今晚民众开启这格式公路顶地的所在 真正是要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在春节期间 火车也是很多民众会来使用的交通港区 万年火车站跟这万林铁楼警察 特别从并高度来做算的 希望说民众要遵守这交通安全规矩 若他说是对到这种方法 也能使用这间接按钮来报名 在并高度会能看到火车经过后 在柴哪是生气 这民众通过并高度 现在又到达了春节期间 为了幸福民众能遵守并安经过并高度 关林火车站配合体度警察 特别到并高度做生讨 有这个障碍物 你就跟这张通缉我们火车数据元 头前有没有赶 会防止我们的行车 所以这张就是精进事用的 我们如果坐在哪里 或是人家外堵射在那里 或是车不会走 你快下來 只把這顆餘下 春節快到了 我希望各位用的人 在經過鐵路平交道的時候 一定要遵守停看廳的交通規則 並且要善用警報機制的緊急按鈕 來減少發生訴求的機會 現場就到了一般的賓場 連我學生的小孩也有很多 雖然大家賓場是已經過了這個病告 但是這個緊急的按鈕在哪裡 算不是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透過程度 將會有更多民眾 知道這個緊急的按鈕要如何使用 有聽過 有聽過 知道在哪裡嗎 就是每天經過的時候會看到 還是會看到 就不知道公文很不曉得 就應該沒有人去按鈕 對啊 不敢按 在這邊像各位觀眾 先導這個平交道的安全 經過平交道的時候 就是停看聽 如果在平交道有發現障礙物 還是列車有妨礙火車行使的時候 請各位觀眾能夠在平交道旁邊 有一個緊急按鈕的使用 一按二推三跑 因為現在春節期間 如果發生平交道事故 會影響其他旅客輸運的時間 在這邊呼應各位家屬人 經過平交道 因為要特別小心 要保持安全距離 不要傳略平交道的行為 多一分的準備 就有可能減一分的傷害 在在選擇過後 火車站人員也有替路警察 希望今年春節 在這火車替路安全通明 可以沒有人管受傷 尤其是這個平交道 可以沒有發生疫苗 這大家可以平安 過好年 江西新聞COST1 萬寧報道